好 现在魏老师来教大家如何开笔 那我们买到一只毛笔之后 我们就要来开笔 捏这个笔毛 笔毛它要饱满 不要是空的 宝石 从这个笔尖开始捏动 我们轻轻地捏动它 掰一下捏动它 然后边捏边转动 它慢慢地就会 看它就开了 捏开了之后呢 这就完了吗 还没有 准备清水 清水里浸泡一下 浸泡一下 再两笔顺着这个毛笔的笔封 顺着笔封 把它刮动 挤下去 有两个作用 它起两个作用 一个是呢 把里面的这个 粘毛的那个胶 把它洗掉 第二个作用呢 就是让这个毛充分地 吸收水分 让它滋润 这样我们使用起来 就很顺畅 我们在水晶铺上 来试一下 这个笔 手感还是很不错的 没有分岔 说明我选的这支笔还不错 写完之后 它的毛都是顺的 还是顺的 对我们要调整 对我们要调整 它的毛还是顺的 笔尖保持的不错 好 好